大家好 在炒西兰花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直接炒 或者是先炒水 其实西兰花炒水以后 很大一部分营养会流失 直接炒呢 又不好吃 而且还不容易熟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炒出来的西兰花 好看又好吃 营养还不流失 首先我们把西兰花像这样一朵一朵剪下来 用剪刀剪西兰花 不会满地掉渣子 全部剪好之后 把它放入清水里面 再往里面加一小勺盐 然后用手抓一抓 抓拌一分钟左右 因为西兰花的结构比较密集 不容易清洗干净 加入食盐 能有效的去除西兰花里面的细菌 再往里面加一小勺面粉 然后继续用手抓拌均匀 这一步我们要多抓拌一会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把西兰花里面的虫卵和灰尘彻底清洗干净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浸泡10分钟 再来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小段 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西红柿 去皮之后先对半切开 把地切去不要 然后切成厚片 最后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葱白切成长长的小段 一小块生姜切成姜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再来准备一把大蒜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这会儿我们的西兰花已经泡好了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用流动的清水多洗几遍 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个方法洗出来的西兰花 非常的干净 然后直接倒入蒸锅里面 把它整理平整 锅里水烧开 然后用大火蒸一分钟 再提前烧一锅开水倒入泡好的木耳 加入一小勺盐 一勺陈醋 这样可以让木耳熟的更快 同时木耳的口感会更好 煮熟之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不大不小的碗 打入三个正经的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拌搅拌 搅匀 再起锅加入少许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液倒进来 然后开小火 用筷子不停的划散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非常的鲜嫩 鸡蛋炒熟之后 先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这会儿我们的西兰花已经蒸好了 看一下颜色非常的漂亮 然后盛出来备用 再起锅加入少许油 油热后把葱姜蒜加进来爆香 炒香之后加入胡萝卜 西红柿 翻炒均匀 把西红柿的汤汁炒出 炒好之后把西兰花和木耳加进来 把鸡蛋也加进来 把所有食材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盐 一勺生抽 一勺鸡精 一勺蚝油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鸡蛋炒西兰花就做好了 西兰花这样做 简单营养又美味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吃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